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制造了一系列的火箭动力试验机 打头的便是贝尔X1试验机 这也是美国第一种在平飞突破音障的飞机 之后又有了改进型X1A X2等等 不过这些试验机都是为了探索高速飞行领域制造的 并不是空天飞行器 之后的X系研究及也大多数喷气动力飞机 这时出现了一个人 沃尔特·多恩贝格尔 他是德裔科学家 曾在战争期间指挥研制了V2型远程飞弹 1952年 沃尔特·多恩贝格尔建议发展一种性能更强的火箭飞机 来探索超高音速飞行领域 并能在大气层上做短暂飞行 到了1954年 他的建议被美军和NASA采纳 被合作实施了X-15计划 X-15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从技术上来说 X-15试验机绝对是这个 它对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都有巨大的影响 即便放到今天 也不是一般国家能玩的转的技术 那么它与寻常的飞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 最不寻常的地方便是发动机 不同于任何一种传统机型 X-15的外形看起来像一枚大号的子弹 其升空的过程都不能叫起飞 得叫发射 它采用了一台X-LR99RM2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 发动机用液态氧和液态氨驱动 运行时还会喷住乙缺 用于稳定燃烧 在高空能拥有313000牛的最大推力 所以尽管X-15试验机有机舱 有飞行驾驶员 但它实质上更像一枚再有航天员的火箭 再加上和其他火箭发动机一样 X-15试验机的发动机只能短暂的燃烧 当时标准发动机的燃烧时间不足2分钟 后来因为增加了外部可抛弃油箱 才看看将燃烧时间增加到了4分20秒 因此X-15试验机是无法在常规机场上实施起降 但这并没有难倒美国空军 他们用改装后的B-52轰炸机来充当X-15的母机 当B-52轰炸机爬升到13700多米的高度 且速度超过每小时965公里的时候 X-15试验机便会与B-52轰炸机脱离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 X-15试验机的飞行员才会启动火箭发动机 继续爬升最终飞出大气层 其次的不寻常是飞行员的飞行服 因为X-15火箭飞机的飞行高度非常高 导致飞行员的工作环境远非普通飞行能比 人体会承受巨大的低压 所以X-15飞行员穿的都是类似太空服的全套增压服 它包括有供养设备、通信设备等 事实上这就是后来美国NASA的宇航服原型 另外X-15在设计时为了进一步保护飞行员 驾驶舱内还会充满了氮气 以减轻火灾意外造成的伤害 而在X-15试验机所有的设计中 很多人不知道也是最让人想不到的设计 居然是飞行员的座椅 X-15飞行员的座椅技术源于拖拉机 当时设计生产农用设备的IHC公司 对座椅是相当有研究 该公司发现 长时间驾驶拖拉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于是便仔细研究了座椅造型 对人体的影响 并研制出了相应的座椅 而X-15设计师一瞧 果然是树叶有专攻 便直接将产品复制了过来 用在了X-15试验机上 从外观角度上看 X-15是一款造型奇特 浑身黑漆且非常笨重的飞行 飞机全长15.45米 梯形的机翼翼展很小 尾部安装有大尺寸的垂尾 因为要高速高空飞行 空气与机体高速的摩擦会产生高温 常规的铝合金蒙皮根本承受不了 就算是不锈钢 也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因此X-15飞机选择采用能承受1200-1300华氏度的钛合金做原材料 而要承受气动摩擦加热的机翼前缘和鼻椎 更是选择使用名为Incanear X的材料制造 这是一种隔涅铁特殊耐热合金 耐热性更好 另外X-15试验机在飞行中存在一个问题 正常飞机在飞行高度因为大气层的原因 飞行员可以通过调整空气垫面来改变飞行姿态 可是到了20万英尺高度后 空气垫面就会失灵 X-15的飞行翼面不再有效 所以X-15设计师傅便在机头和机翼间位置 分别安装了8个和4个过氧化氢蒸汽推进器 这和现在航天飞机以及空间站的反应控制装置非常相似 飞行员可以通过喷射过氧化氢 在临近空气吸薄的大气中 实现对X-15试验机的操控 总的来说 X-15试验机基本上就是一个航天器 美国更是想把X-15试验机发展成载人轨道器 只不过这个概念最后并没有被采纳 因为NASA计划是使用X-15来测试超燃冲压发动机 或是作为一个三角翼载具 把小型有效载荷送入轨道 1959年6月8日 X-15进行了首次试飞 斯科特·克罗斯菲尔德驾驶盖机 进行了无动力滑翔测试 到1968年项目结束前 X-15又进行了198架次更多的试飞 获得了极其宝贵的高超音速飞行空气动力学数据 而通过火力军之前的描述 我们不难发现 驾驶X-15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飞行员需要身穿厚重的压力服 这导致操作非常不便 十分影响后续降落的操作 因为降落操作是在无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 而滑翔落地需要飞行员严格按照流程操作飞机 时刻关注仪表盘上的各种数据 并做出相应的细微调整 驾驶过X-15的飞行员总共有12名 其中8人因飞行高度达到80千米而获得NASA的承认 并赋予宇航员的身份 其中就有后来登月的阿姆斯特朗 X-15是美国第一种载人近地轨道飞行器 它在飞行中不断提升高度和速度 达到了6.85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 这比设计预期要高一点点 最大飞行高度更是达到了108千米 对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例如后来的登月计划就运用了一些X-15获得的技术 其他如航天飞机 压力服 大气层内高超音速飞行器等都与之有关 最后 北美航空公司一共制造了三架X-15火箭飞机 目前一架存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一架存放在俄海俄州戴顿莱特派特森空军基地内的国立美国空军博物馆 最后一架X-15实验机编号为566672 在1967年11月15日便坠毁 1967年11月15日 第三架X-15在下降时突发违旋 重力加速度达到15G 飞机直接在空中解体 飞行员迈克·亚当斯不幸在这起意外中牺牲 2004年6月8日 人们在加州兰兹堡附近 那架X-15座舱被发现的地方 为他树立了一个纪念碑 除此之外 亚当斯也被追授宇航员之翼勋章 1991年 他的名字被放入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的宇航员纪念馆 好了 关于X-15实验机 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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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